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小姐在佩服的同时也得给大伙提个醒 因为用药不当引起的肝脏问题 在老百姓生活中也能经常遇到 湖北武汉的孙女士最近感冒了 发热 头疼 咳嗽 全身无力 可第二天就是孙女士的婚期 因担心重感冒会影响婚礼效果 为了能快点好起来 孙女士加大了感冒药的药量 没想到好心办坏事 引发了急性肝衰竭 经过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郑女士的女儿今年要考研 可最近却得上了重感冒 郑女士去药店买了三种感冒药 不知道哪一种最适合自家闺女 为了让孩子早点好 被让孩子三种药混着吃 没过两天 孩子的眼睛脸都开始发黄 还伴有呕吐不止的症状 到医院后郑女士的女儿 被诊断为药物引起的急性肝衰竭 加大感冒药剂量 或者是把多种感冒药混逝 类似的事您是不是也干过 这么吃药真的有可能引起急性肝衰竭吗 健康医生亲越看越年轻 欢迎各位收看好中医好中药 认准百草医兽 百草医兽中药房 独家冠名播出的健康医生亲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 器官移植科 陈东华医生 欢迎陈老师 欢迎陈老师 大家好 今天的健康女主播是夏雪 大家好 我是夏雪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健康医生亲的微信公众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今天在网络端为大家服务的是曹雪 大家好 我是曹雪 大家也可以关注健康医生亲的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联系 好了 我们说说咱们的正题 说感冒了 吃点药 这个操作都是常规操作了 这两位一个是加大剂量 一个是走起了混搭风 那最后导致急性肝衰竭 陈老师这是特例吗 药物性引起肝脏功能衰竭 其实不是特例 在我们正常临床门诊工作中 其实很多感冒药 其实是导致肝衰章的一个原因之一 这个急性肝衰竭 听着名字 这个病可挺急啊 那既然是急性病的话 是不是就如果我们治疗及时 它这个问题就不大呢 急性肝衰竭呢 大部分都是起病像你说比较急 然后一般时间之内呢 就血述进展 出现比如说黄胆啊 腹水啊 甚至肝功衰竭 肾功衰竭的这种情况 这种疾病呢 确实是很凶险 但是其实如果要是年纪比较年轻一些 然后治疗发现比较早 病发症比较少 那么它的预后还是不错 程老师 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小伙伴呢 对我这种混搭 还有我这种加量吃感冒的这种情况 大家伙现在心里边都是直秃秃的 想问一下 为啥这么干 有可能肝衰竭呢 之所以能够引起肝衰竭 就是因为在这些感冒药里头呢 还有一种成分 叫对乙性胺积分 这个成分呢 其实存在于好多感冒药中 它是一个解热阵痛抗炎药 其实从药里上 它也没有抗炎的作用 它完全的就是解热和阵痛 对乙性胺积分 好像它这个知名度不太高 反正平时就基本上也听不着人说 对乙性胺积分呢 其实是它本身的一个化学名词 其实大家最常熟悉的就是普适系痛 这太熟了 普适系痛 其实普适系痛主要的成分就是对乙性胺积分 就是在解热阵痛抗炎药里头 有两大类 一个是水洋酸 一个就是板胺类 板胺类的它里头主要的就是对乙性胺积分 所以说我们用它来进行 解热阵痛抗炎 这样的一个作用 要是加量吃同一种药 还是混搭吃药 那您的意思说 就是对乙性胺积分的量超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因为大部分的药都叫肝脏代谢 那么它肝脏本身解毒能力 它是有一个极限的 那么药说明书上 它也会说明 比如说我这个药最多能吃多少 所有人在你吃药之前都要了解 一个是对你自己的疾病也了解 另外对药也要了解 这也很重要 对乙性胺积分 这个药它要超量 那么它会有一小部分 它虽然不多 但是有一小部分会转化成一个毒性 它代谢不掉 这时候它的发言就出来了 看来这个感冒药是不能混搭 或者是超量吃的 那同时我们直播间又有问题了 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米希就说了 我以前也曾经加量吃感冒药 旧途病能早点好 没出事也是外星 不过我有一点不懂 只要一次加量吃药 就可能导致急性肝衰竭 还是经常这么干 才能导致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经常这么吃才会导致急性肝衰竭吧 毕竟是你看身边 总有那种就偶尔加量吃 或者是混搭吃的朋友 好像就也没什么事 确实是像您说的 就是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同样的剂量下出现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加量词并没有出现问题 并不代表说这个东西没有毒性 只能一方面证明说你的体质 你的肝脏功能确实比较强 它可能就把毒给你解了 因为肝脏本身就是一个解毒的器官 另一方面就是啥呢 你没有前期的肝脏基础疾病 因为中国是乙肝大国 好多人就有前期的肝脏功能就不好 肝脏已经受损到一定程度了 就像一个橡皮筋 我勒到死尽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张力一下就不行了就断了 那么这时候它就会出现了急性肝衰竭 其实是这样一个原理 所以要避免肝的损伤的话 不管是感冒药还是别的什么的药 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不能自己随意地去加量混搭 其实混搭也是一种加量 可以就是联合用药 我们其实医学讲 其实可以联合用药 好多病我们都建议联合用药 但是联合用药的前提是啥 消除减量 就是说我联合目的是 要把每个药的毒性降低 我才要联合 比如说我单用这一个药 它的毒性很强 我用俩药以后 我把两个药的量都降下来 都没有毒性 你要是说我都不减量的情况下 我同时用 那可能它的毒性就不大 就是相当于加量 特别是长时间的 自行的用药的一些朋友 我想应该是 首先到医院先 对自己的状况 进行一个中和的评判 就是我这个病 需不需要长期服用某种药 那么需要长期服用药 我怎么服用更合理 对我更安全 这个是很关键的 听到没 程老师可是给大家伙说的明白了 这药吃的不对 真有可能会伤肝 导致药物性肝损伤 不过说到山丹这事呢 估计很多人第一时间 想到的是乙肝病毒 以前医疗条件有限 由于一些这个用品 血液制品的重复使用 很多人因为这血液传播 感染了乙肝病毒 所以那时候病毒性的肝损伤 是各类肝损伤当中最常见的 但是从1993年起 医疗用品 血制品不再重复使用了 母婴阻断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这乙肝病毒的感染几率啊 乳婴传播几率大幅度下降 因此病毒性肝炎的发生率 也是慢慢地降低了 据了解 现在临床所见的肝损伤的案例当中 药物性肝损伤 几乎成为了肝损伤案例当中 占比最多的类型 可以达到七成以上 其实吃不对 能伤肝的呀 还不仅仅只是这个感冒药 我们继续看 您见过拿保健品当饭吃的人吗 主持人吴欣呢 就是美白的 抗老的 每天呢 九种保健品 连续吃了六年 其实呢像吴欣一样 吃米保健品呢 可不少 我经常刷美妆博主的视频 他们就是一边卸妆 一边往嘴里塞各种保健品 还有好多美妆博主 专门给保健品打了个柜子 里面密密麻麻的保健品 我想着跟工人来着 那可经济不允许啊 我妈退休工资五千 就能在保健品上花四千五 说这个能降血压 那个能降血糖 每天能吃七八种 吃饭的都没这么勤的 我就怕她吃出事来 谁敢保重吃那么多保健品 就不伤肝肾啊 可她自己真是一点都不怕 我现在真是没辙的 您别说啊 还真有些年轻人 想美白抗衰 跟吴欣一样 保健品呢 当饭吃 也有不少的老年人呢 想降三高 保健品呢 还是当饭吃 可小雪告诉您啊 保健品当饭吃这事啊 要不得 吴欣 您瞧 我每次要吃好多 我没有想过吃这么多 会造成干损伤呀 吴欣呀 因为把保健品当饭吃 导致了干损伤 那么问题来了 保健品也不是药 吃多了 看来也伤肝 这就是咋回事啊 白草益寿中药房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不法的商家 把一些药品添加进来了 认准她这个小蓝帽 西部取名 确实有将您提供的作用 西部取名 被侵用 是不是因为伤肝呢 病化症率呢 达到46% 正如一厂家 去买这个减肥药 是不是没事了呢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有时候一个错误举动 就可能危及生命 有时候一个无心疏忽 隐患电影发生 每年我国约有250万人 已经药物问题医院 大多是吃法安全 实时导致 只要你安康 国大战行动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国大药房 成大方圆 养力帮 金甘期 发起 健康辽宁 公益行动 贴心服务 传递健康理念 专业指导 助力用药安全 现在到国大药房 任一门店 参与打卡活动 就有千份主持人 新春财力 等你抢 多吃海产品等高点食物 就能预防或改善 加减吗 对内陆地区 缺点的人 多吃海产品 的确可以改善 和减轻 加减 但是对原海地区 本身不缺点 如果过多的点 会反而引起 甲状腺功能的异常 所以不需要刻意地去补点 是杨国医甲状腺医院 提示您关爱 甲状腺健康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去掉多余的繁杂 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 减醇酸奶 零添加蔗糖 怕蔗糖 喝减醇 简醇 零这汤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如也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正在播出的是健康益神经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好中医好中药 请认准百草益寿 本栏目由百草益寿访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来到现场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肝胆外科器官移植科程东华老师 欢迎程老师 欢迎程老师 大家好 现在有一些年轻人颜值得菜线 为了这个美白 抗衰 保健品一把一把的当饭吃 还有老年人 说我这个三高四高的 我得指标控制好 说保健品这个事都能够辅助控制 那我也当饭吃 主持人无心 也是保健品一把一把的 就因为这个就伤了肝了 程老师 这个保健品它也不是药 那为啥吃多了就能伤肝呢 您遇到过这样的事吗 这个在临床上确实遇到过 好多病人他就保健品买很多 然后一直吃感觉还不错 但是突然有一天不好了 然后到医院一查肝功能衰竭了 我身边吃这个美容类的保健品的朋友 就特别多 那您就真得好好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他为什么这个保健品吃多了 就能伤肝呢 想知道保健品为什么伤肝呢 一定要把保健品分分类 说到分类 你看保健品品类挺多的 现在不少年轻人 粗粮水果吃的少的这种的 运动晒太阳也少的 所以就吃点什么呢 吃点含维生素的 含钙的这样的保健品 补一补 上了年纪的伙伴们 那就更多种了 血糖 血脂 血压 有点冒头的 吃一点这个保健品 说带功效类的 想赶紧把这个冒高这个指标 给压回去 就是心情都能理解 那咱们就先说一说 这个补益类的呗 就是像刚刚提到的 这个维生素类的 包括这个补钙的 这种的保健品 你像之前 有位主持人他带货 带的就是维生素B族 就遭到了一位医生的质疑 我就不懂了 这微量元素 这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吗 就是它怎么还会 对我们的身体有损伤呢 其实我们人体 每天需要一定量的维生素 维生素主要分两大类 一个是水溶性的 一个是子溶性的 那么维生素B 包括维生素C 这是常见的水溶性维生素 它一般经营肾代谢 可能对肾脏影响更大一些 那么对肝脏影响 就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 是常见的是维生素A 维生素D 维生素E和维生素K 咱们还回到肝脏本身的功能 它本身就是一个转化 一个解读的一个工厂 在人的体内 温度最高的地方就是肝脏 它是在红外线下 肝脏属于最红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 就是它里头在不停地 腺力体在不停地工作 不停地生产一些ATP 这ATP干什么用 我就是包括解毒 转化 把这些营养因素 我转化成自我的东西 但是它所谓解毒 也是有一定的量 人的正常的肝脏细胞 是2.5个亿 感觉它很多 但是其实我们以前吃的东西 这些微量元素 其实也很多 如果一旦炒量 那么它这些细胞 它也干不过来 一旦干不过来 它就会罢工 对肝脏和肾脏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实维生素 每个人可能需求量 并不是很一样的 人体的自我 这种缓冲能力 带上能力 更新能力很强 是 只要你正常的 按照你的食欲 或者是按照你的体重 按照你正常的这种 劳动量 五股扎粮 水果 然后正常吃 没有明确挑食 这些特殊的情况 没有其他基础性疾病 那么其实 没有必要去过多地 去补充维生素 但是有一部分人 可能他比如说 身体本身就有一些 基础疾病 它就导致他这种 元素容易缺乏 其实这个他更适合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 这个功效类的保健品 本来是奔着 这个软化血管 包括这个降血压去的 它这个也能对肝有损伤 是的 因为好多这样子 或者是说 改善血液循环的药 如果一旦操量 它可能对凝血 功能都会有影响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它本身有些中药 临床最常见的三期 其实三期有两种三期 正规的三期 一般没有问题 就是我好多老的人 都爱补三期 买三期 但是有一种三期 叫土三期 土三期 它本身就是 有肝肾毒性的 我见过很多病 有心脏血管疾病 我就想改善 我循环 它吃完以后 就肝功衰竭了 就是土三期 这个毒性 是已经很明确的 所以不管是 哪一类的保健品 这个都不能多吃 不然可能就会 对你的肝脏 造成不必要的损伤了 保健品一定要注意 认准它的厂家 厂家也很关键 这些出自烂造的 死产流程 可能导致一些 不幸的物质参加进来 一般来说 我们认准它这个小蓝帽 是正规厂家 一般问题还不大 就算是正规的保健品 它也不能完全地 取代药物吧 对 保健品 它既然是按照 保健品进行 上次流通 那么它肯定不是药物 因为药物 它得更严格一些 因为它需要你 对你这个说明书 反应 副反应 还有它的药物基底 都要明确地写实 甚至有一些药物 你看说明书很长 它把这个临床实验 都给你写上 给什么人吃 给老人吃 给小孩吃 或者是给孕妇吃 都可不可以 其实都很明确 其实我们吃一些 保健品的时候 反而这些东西不写 那么这个一定要解散一些 郭亮吃感冒药 或者说吃这个保健品 都有可能对肝造成损伤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段视频 据公所机关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郭美美 汪邹雅 在明知上家赵某处 所销售的减肥糖 可能非法添加 西部屈明的情况下 仍各自以每盒699元 等单价对外销售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郭美美 汪邹雅的行为 均已构成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 郭美美因为销售 还有西部屈明的减肥药 而入狱 对于西部屈明 不少人是一脑的问号 这是啥呢 有啥被害呢 您再看看下面这个新闻 湖北24岁女大学生 因突发恶心 呕吐来就诊 发现其体内转胺酶 显著升高 肾功能异常 明血功能异常 考虑急性肝衰竭 急性肾损伤 追问其得知 她曾服用过一种 国外代购的不知名减肥药 而且在发病前两周 还曾自行加量 后经检测 此减肥药中含有西部屈明 正是它导致了 患者急性肝衰竭 西部取名 我估计在十年前左右 要减肥的这个朋友 对这个词应该不陌生 对吧 对 这个药是 大概应该是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最早先呢 它可能是用在一些 比如抑郁 抗郁郁这种药物上 它是97年上市的一个药物 那么国内上市 因为比国外上市要晚了一年 因为从国外做完实验以后 再拿到国内再做几年实验 就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国内做完实验 感觉确实有降低你死欲 减少你的血糖 然后降低体重的作用 所以说2000年的时候 它就正式地在国内上市了 运行了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在10年 药监局就把它这个药定为禁药了 那这个西部取名被禁用 是不是也是因为它伤肝呢 你看刚刚我们新闻里 那个小女孩 她就是因为吃了西部取名之后 导致了急性肝衰竭 它肯定会对肝脏的功能 是有一定影响的 这个药呢 因为怎么说 它临床实验的时间 可能还是不太够 通过这10年的观察 有一些病人 降了一些体重 他给你算 比如说他但能见多少 那么他的临床实验体重 是降到2.5% 但是呢 他的病发症率呢 达到16% 而且病发症率 与肝肝损害 还有这些心虚丸意外为主 那么副作用 对 副作用比 它的疗效更严重 这样呢 就把它取低了 添加进药卖的 肯定都是不法商家 那如果我们去找 正位厂家去买这个减肥药 是不是没事了呢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生卿 公司频道 新手国大药房 成大方圆 养力方金三期 联合发起 只要你健康 健康辽宁公益行动 每天持耐性病凭证 光临成大方圆门店的 前10名会员 可以领取成大方圆 为您准备的暖冬礼一份 关注健康一生卿 参与中药养生知识互动 就有机会领取健康礼包 下面我们来 公布上一期问题的答案 平时汗多 乏力 易感冒 是由于废弃不足吗 A 是 B 不是 正确答案 A 你回答正确了吗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 中医常说的肾阴虚 有腰痛症状吗 A 有 B 没有 发送您的答案 留言到健康一生卿 微信公众号后台 每天我们会从 回答正确的观景中 随机抽取6人 赠送价值139.8的 养力方 福林粉 各个粉底包 正确答案 将在下期节目中 为您揭晓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生卿 好 广欧之后 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生卿 越看越年轻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 的是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肝胆外科移植科 陈东华老师 欢迎陈老师 欢迎陈老师 有人说了 不法分子添加了一些禁药 到这个所谓的减肥药里边 这肯定是不行的 而且一定是被法律严惩的 但是如果要找正规的厂家 正规厂家 大厂商生产减肥药 是不是就没事了 从减肥这个